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美丽海洋暗藏垃圾 埋在沙堆里的生锈铁桶 被冲上岸的废弃鱼网 以及数不清的塑胶制品 薄特皮 还有瓶盖 还有彩色笔的笔盖 这些垃圾会造成 鱼跟乌龟的生病 所以我们要把垃圾先剪好 不要乱丢 我们刚刚过来发现 岸边垃圾蛮多的 还有枕头什么的 会看到这些垃圾也会 会 不忍心海洋被污染 海巡署号召机关单位 民间团体 净千人净滩 六艘渔船同步清理 海漂废弃物 环保舰队 结合我们这个 岸季的净滩活动 不管是岸季 不管是海上 我们都会持续来做 征收的范围 可以到很远的距离 到海上去 帮我们搜寻海漂垃圾 无人悬疑机 平日取缔步伐 首度加入净滩的行列 这场活动中 慈激基金会 也特别捐赠 浮惠床和毛毯给海巡单位 全世界环保的爱心 披在他们身上 其实不管不只 让他们身体温暖 事实上温暖他们的心 大家一起努力 用心净滩 还给海洋干净的面貌 大爱新闻贵林料学信 陈荣峰 台中报道